如果说今天我希望有五个英语单字要你背 然后轮流要在跑码灯上显示的话 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重复执行 对不对 重复执行 然后呢这个放五个 好累 好啊如果太快的话中间要等待几秒 对不对 然后就把五个单字塞进去 那单字去哪里找 我刚刚随便在网路上随便找了一下国小英语单字 然后假设我直接再用这里面的东西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afternoon 好那看所以我这里就会贴afternoon对不对 然后这里用age 然后我随便弄哦 然后我随便弄哦 August 8月 然后Bloom 气球 然后bike 我们先来试一下 所以当我按日期的时候 第一个afternoon就跑出来对不对 然后等一秒之后 换第二个字 还是第一个字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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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怪的哦 抓到问题抓到bug 好所以这个有点bug哦 我们看看清空可不可以解决试试看哦 清空文字 把它跑完一次之后把它清空 然后等下一个 我们先试试看可不可以 好再测一下哦 就没有了 好应该等一秒好了 我们把它颠倒一下哦 先等一秒再来清空 然后再换下一个哦 先等一秒再清空 我们先试两个 所以一秒不够他还没跑完 五秒好了 好重来 好五秒 可以了哦 好 那我们就这样处理啊 他这个积木可能我们还要再跟他反映一下 他不会自动清空啊 所以当你有很多个英文单字的时候 你就变成要每一组 每一组这样子放进去对不对 一组一组这样放进去 然后把五个单字都填进去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来你们想一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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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